基隆市长谢国良一早赶赴防灾中心厅简报 掌握最新灾情 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天 基隆就出现土石流 谢国良更被质疑 没有立即回报中央撤离情况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中央防灾应变中心指挥官刘世芳 3号在会议上两度点名 基隆市府没有回报疏散撤离情况和撤离人数 但基隆市府当下也没有回应 只强调专心救灾 而这个关心竟然引来 国民党在地立委林沛祥不满 通骂刘世芳站着说话不要疼 要他不要坐在办公室引战 也应该去南部地区走走 甚至要他闭嘴 质疑刘世芳是要影响罢免案 我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 那每一条生命都非常宝贵 不管是在哪个地区 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就怎么处理 并没有跟政治操作有任何关系 高雄的货柜飞起来了 但是我那时候在听完说 好像刘世芳部长 好像没有针对这方面的事情 有任何的发表 反而对基隆的余量很关心 所以我直觉的就会觉得说 如果不在第一线 麻烦你谨慎 就算被林沛祥指引 刘世芳没放在心上 前一天晚上 基隆灾情频频传出 他也第一时间联系谢国梁 我其实昨天在晚间大概是八点多到九点的时候 有跟谢市长通电话 他也清楚所要撤离的状况 甚至有拒绝撤离的部分 那谢市长也以他的市长的身份 要求他们强制撤离 所以撤离民众当初没有去通报是因为 因为他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他就没有撤离 这跟有土石松落跑到民宅 是不一样的情况 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了解 但是如果他有跑下来 以后我们就会把它列入新的范围 灾难当前应该协力救灾 没想到中央的一句关心追问 却让地方明代气得跳脚 3点新闻撞不到